好 同学看一下这个乙籍的部分 乙籍的部分是主要是在这里 就是 你们在里面的光铁片就有这个档案 在矚目录底下就有 包括试体使用的说明 硬检人的须知 数科承办单位的须知等等 那老师跟他看他这个考试时间 8点就要到 就类似我们这样 对不对 8点就要到 一直考 考到12点20 那8点到8点20是主要是抽签 决定你的题号 而且他为了怕你作弊 对不对 所以他通常就是 12345678 他叫你这个题组12345678 然后下面一个序号也是12345678 就看你的座号是什么 那座号那些东西 就是说你的座号 也是用抽签来决定的啦 所以你会做到第一几题要不知道 对不对 那最少最后呢 它会把这个 你要把印表机 把报表印出来 它根据报表来打你的分数 那老师已经有跟 戏盘讲 这台印表机要把它修好 那我们顺便把它修好以后 以后你们要在这边列印也可以 拿个纸就来这么列印 对不对 所以这是附带的浮力 附带的浮力 OK 那大家老师稍微跟你们这样讲 那市里的说明呢 我昨天我整个都有稍微把它看过 它这个是抽签的 它有Data 我们的幻力光点是用Data Set 1的目录来制作的 它仅供参考 应景时是继续抽签 到底是Data 2 还是Data 3来作答 好像本来有六个题组 那现在好像说到两个题组还是什么 Data 2、Data Set 3 这两个让你挑 它现在比较简化了 那评审就是以报表为依据啦 就是 为依据就答案格色 这个我刚刚讲 那你的座位号码就1到7对应题目 2跟8 就一样的题目 题组2 这样同学懂意思吗 就是1234567 做这个题组 对应的这个题组1的哪一个题目 那抽签的规则就是 要抽签代表人来抽出该场次使用的Data Set 那你们等一下如果拿到课本 你们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Data Set它有一个难度啦 那林文工老师的话本身 他对这个经验还蛮丰富的 我记得他课本有写 就是看你的Data Set难度 它有一个 一个 在书里面有讲 好 你们再看一下 对啊 那有时候运气比较差 会抽到比较难的 有时候会抽到比较简单的 这个很难说 对不对 这很难说 好 所以也是要看运气的部分 那你们再看一下这个 做号跟提号的抽签 都要抽这个号码 那也要抽文书档跟图形档 有时候它里面有好几个文书档跟图形档 那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代表说 你不可以随便copy人家的东西 隔壁的对不对 因为隔壁的做的东西都跟你不一样 你copy它的反而就是造成说 你自己显露自己去copy人家的档案 反而会有问题 那它 我知道应该电脑的电脑之间没有网路 你要作弊也很困难 那我记得有两个监评人 监评人就是 评审人 就有两个人在监考 然后来打你们的分数 那我们学校的场地还不错 他们我们已经做到极测极评 就说你们只要马上来考 马上就有分数 那记得喔 学科先考五页考 六页考数科 然后呢 秉级的症状是三页报名 秉级的症状是三页报名 那 那我很怕说秉级的人数如果不够的话 不够三四个的话 不知道也没有办法说在学校来当考场 有点担心这样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被到其他学校去考试了 那秉级我刚才看是真的简单多了 那这里硬检能力的称呼 就是测验人的内容 主要考你assets 那叫库 excel office powerpoint 这些软体的这些东西 好 这里硬检能使用的软体要符合 它有规定 它有规定你一些考试的一些规则 那你这个测试中如果GP需要上厕所的话 一定要得到尖评长的同意 那有尖评长是现场人力庄 指派专人陪往 他怕你 他怕你这个偷偷告诉人家说我做地基 然后全部都做好的档案就交给你 这样会产生所谓作弊的状况 我记得手机应该是不能带 应该是这样 你们可以再看看 就是说 所有可能作弊的管道应该是大部分都被封掉了 那速克的承办单位要聘请这个尖评人员 那每一个测试授权的人数 一定要20人以内 就要3人 如果是你增加10人要征聘1人 所以如果有30个人我们大概就是要 你看他这里是 20人以内就是3个人 那如果30个人就要4个人 那依此类推 对不对 他尖评人员给的还蛮多的 那同学新的档案呢 新的档案 你们就全部把它copy过去 就是说速克承办单位将测试用的光碟片内档案 你要全部把它copy到17槽 有一个叫以及测试用的档案的资料桥里面 那记得这个ODF的争议及相关软体 也要全部copy到进来 好这里是测试要规定 那各岗位电脑的储存呢 只能存放到五六七规划的档案等等 好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们要考试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一套规划 好你照着做 那他为了避免考到一半的时候停电 那这个也会加装UPS不断电系统 所以各位要注意 可以特别注意 然后这里是尖评人员的注意事项 我们就不管对不对 好我们就不管 我们不当尖评人员 那这面也有这面的这个证书 要经过这个 然后这个数科的话 那一般来讲这个时间 就是七点半到八点的时候 尖评人员要先到开会议 检查设备等等 那八点到八点二十 就是你应检能要来抽签 对不对 要来抽签八点二十 那八点二十开始考试 如果你被来抽签的话 好像我看一下 好像是 有人家帮你带抽签 就是编号最小的应检能代表来抽签 就是说是数科测试编号最小的 来当你抽签 这是它规则 那记得数测的考试 是八点二十到十二点二十 那你主要是内容报表 应检能的每一页的报表的右上角 都要牵上自己的座号跟姓名 佼佼报表跟评审表 那尖评人员休息用上时间 这下面都是尖评人员在帮你 在做作业 所以你们大概是 当天考完大概两点就知道分数了 当天两点考完就知道分数了 所以大概是你们要知道 那这里有这个它的配备 配备它理论上说是Office 2007 事实上是用Office 2010 但是你的软体Office 2007 大概跟2010所使用的档案是一致的 而且画面也不会差太多 对不对 那你们大概就要准备 颜值笔啦 词啦 工资的 就说你要准备的工具要记得 然后这里是数科承办单位的电脑单位 那你数科软体有印须知 这里是所有的那个应考单位 就是承办单位 这我们就不管 好各位注意喔 数科要怎么去打你们分数 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只要有这个题目的部分是打这个的 或是打这个圆的 不管是虚的或是实的 好 60分是即可 对不对 它是100分给你扣 扣到0分为止 对吧 所以两个0分哪一个分数比较高 不知道 搞不好一个扣到负的一个扣到0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不知道 不过我看好像不会扣到0 有扣30的吗 哎呦咧 有扣到10分的 有可能扣到0 有可能扣到负的 所以呢 各位同学 你只要这个圆的部分 只要有错误的话 不符合的话 不得了了 就一次就扣50分 50分就把你可以绕掉了 所以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总分会帮你算出来 然后呢 你们记得这个 资料库档案是DBF的这些档案 DBF这些档案 那你们知道什么叫DBF的 就是DBF3 那为什么 他数科考试要用这个DBF呢 你们知道最早期资料库 中小级的资料库 有一个资料库叫DBF3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DBF3 所以那时候的资料库 大部分都是 档案就是DBF的 那这DBF可不可以 以Sale是不是可以把它 汇入进来 可以 可以把它汇入进来 所以 他就给你DBF的档案 那现在有一些是 Sale资料库 那我们Sale资料库 就是MDB啦 或是什么 这个 所以你们 从资料库的观点去看 你们课本里面 林文工老师他是建议你们 先把资料先搞清楚 对不对 那有资料库的观念 可以把好几个资料表呢 连在一起 你就不用 Essale的什么 Vlookup啦 非常麻烦 Essale有一个函数叫Vlookup 就是 两个资料表有相同的栏位 对不对 我们用查表方式 把资料连结在一起 对不对 那个是很麻烦的 我们可以用 Sale资料库的查询 查询把它做 有关联 那我讲这个 非常的笼统 对不对 同学听了 哇好怕 老师这个资料库很难 不会 我实际跟你讲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简单 那林文工老师的书 我喜欢用它呢 是 他讲的比较彻底 有的 SS都不讲 那你如果不用SS去做 有时候 那个试题要你的资料 把它拉出来 非常不好拉 我们用SS资料库 去把它连结在一起 就可以一次 就会 连结到我们要的资料 那你们在做这个 这个文书的资料的来源的时候 就会比较快 就会比较快 所以第一个同学大家注意 就是说 资料库的档案 就是前三码代表 呃 班级做号 比如说前三码代表班级 后通啊代表作号 对不对 比如说01、02、03 我们的班级是 001 001、01、01 什么之类的 好 这个是 conduct. dbtf 然后 后面 这个导师的评分 应该是一个数字吧 就是说这个座号 我针对这个座号来评分 你要先把资料先搞清楚 对不对 好 那客户的话 一定有客户的保号代号 一大堆 你要把这个资料搞清楚 那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 主索引 像以这个资料库来讲 座号一定主索引 对不对 你们的学校是不是一个主索引 是 对不对 学校会不会重复 在学生资料表会不会重复 不会对不对 这个 所以有一些可能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客户资料表的客户代号 绝对不会重复 那部门的资料库的部门代号 绝对不会重复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姓名 理论上我们不希望姓名会重复 employee 对不对 其实应该这里有一个叫员工的代号 他这里没有员工的代号 这个也错 然后在lift 这样是姓名价别 什么 就是说到底有人放假 overtime就是代表加班的时数 这里 然后在person就是他有哪 什么专长 1 2 2 2 对外语 那同学这里的姓名的部分呢 这里就可以连结在一起 一连结以后我们就知道说 用姓名的连结 就知道他现任的职称 他的部门 他住在什么地方 什么县市 他的电话等等 这些都是 这里还有同学就是说 某一个业务员quota 业绩目标 98 988什么什么 这个都很重要 那林文工老师的话 我昨天稍微看他的书 他是建议同学你们呢 先把这个资料先搞清楚 你们要做报表的话 就很快就可以出来 特别注意 那这个林文工老师的话 他的书算不错 因为早期在做软体 以及的解定 他是最早做的 而且书做得还不错 所以老师就决定用他的书 然后8文书档案 有这个YR ODT YR2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好 那各位同学 这个就是2017年以后 2016年以后 跟以前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以前的这个档案是点DOC对不对 那ODT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政府在推 在推这个Open Office 同学也没用过Open Office 很快啊 很稳定啊 然后他的档案格是ODT呢 就可以跟Word去做相容 还蛮相容的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 你在Open Office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那我们Word一样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它变成一种公定的格式 以前都Word的一个格式对不对 Word格式同学 你们有时候很困难对不对 2003的 2007 不能开2007的 对不对 那Office2000不能开2003的 不要骂人了 这个在录音 好 那现在改的ODT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图形档也是用抽签的 好 了解吗 所以你要注意哦 你只要开错了 都算错哦 他要求你要插入哪些档案 他不是用抽签的吗 图形档文书档 你抽错了 你抽那个档案 你不是开那个档案 你死了 你以为你到旁边 拿个水源点把它Copy过来 你自己用断了对不对 不可以 了解吗 这个是黄币的机制 那试体的编号就是93021到9320 测试时间是240分钟 好 这个就是老师 为什么以前那个Office的时候就很痛苦 两个小时能搞什么 常常都是 啊一下时间就到 到对不对 没办法考很多东西 对吧 不会考很多东西 那我们软体译集确实要考那么多东西 好 那万一同学 万一软体译集拿不到了 老师是要准备一个考试让你考 一样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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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最好都过 不要从 不要让老师出个题目让你考 那就麻烦了 好 好不好 好 我们希望同学 那报表一定会有座号姓名 一定要填好 然后把你的报表交给评审 你把评审表跟报表都交给评审员 评审要帮你弄 那这个题组呢 它是信函档是 later.odt 然后文书档是 这是 这抽一题 第四子题的话抽一题 那抽信档是conduct.dbf 那矿缺刻档 好 这些档案 那我们的档案跟简报要求就是 文书档要印解能力开始成 开始前来抽选一个 我刚刚讲过了 对不对 那通常你的报表它设定是A4的格式 然后这个上下边界一定是3公分 你要记得 反正边界一定是3公分 然后印表机定位有所不同 左右边界允许有少许的误差 为左右边界的总和要加起来是6公分 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考试要带个词的这样 你印出来的报表 如果你自己量量好像不太对 对不对 好 那你可能再调一下 为什么要叫你带词 对不对 好 刚才记得同学 素科要带什么 带词 第二个要带什么 笔 带这个蓝黑色的笔 好 那中文呢 一般 这个 中文字形就设成新细名体或细名体 好 英文设成 Times Times New Norman 新罗马字体 好 新罗马字体 好 当然中文都设成新细名体 好 那夜首跟夜尾的上下 各以一点 横线 好 跟本文间隔 好 那夜首之下的横线 与月圆 距离是三公分 那夜尾 就是说 这是一条线 对不对 好 这里是三公分 这里是三公分 对不对 好 这是让同学知道的 然后 再来就比如说 我们要制作工商 什么 隆盛工商 八二九 选年度低选年 新细名册 这个报表 报表内容 大概就类似这样 他们大概就是 啊 资料顺序就按学号的 由小而大来做类印 好 由小而大来做类印 好 所以 你们做asset 做资料库查询 它的好处是 嘿 我查到资料的时候呢 我可以给它排序 好 我可以设定排序 我就学号由小而大来做排序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这意思吗 好 好 那我请问一下学号如果有ABCD高卡D的 是大写在前面还是小写在前面 一个大A一个小A 如果你做排序一般会怎么样 大A在前面 对不对 美国国家标准交换码大A是 16进位41 对不对 好 那小写是61 之类的 好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好 那我们性别男位就分配 会判定男女 好 就等等 好 好 那我们各科的代号 好 这里他每一个科都一个代号 好 他做这个 学校的这个 报表 好 其实他每一个报表 那每一科就每一科的代号 好 好 通常这个资料库我们会给他代号的原因 就是说 就是我们只要讲科的代号的时候 科的名称就自动带出来 不会搞错 对不对 好 里面要有资料库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编号 好 好 比如说企业管理科 好 401 有人叫气管科 他两个都一样对不对 对不对 他讲代号 比较不会搞错 好 是不是 有时候那个名字还多一个 空白跟少一个空白 两个还不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资料库上我们 通常是直接讲代号是最快的 好 那通常栏位名称和资料内容 通常是12点的字 好 那每一个页面 下方 10点 好 就是你的页面的左下方 好 这里左下方 加你的姓名主口证号码 你把它打进去 然后 这个姓名跟主口证号码呢 你加一个全白的 全显的空白 好 全显喔 不是半显喔 好 然后就统计 然后统计前班 各班的倒颗粒什么等等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体主一 好 那体主一里面还有包括说 纸张设定要直次资料 好 那如果你刚刚讲的是要 全班的倒克率的排名次 好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体主一 好 这里就会讲一些它的规则 好 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 标题18.4 要加外框等等 好 第三个我们要做一个 横向的这个长条图 来做列页 好 标题是三页份 各班的矿切课统计图表 好 好 统计图表 好 然后第四个是 超性成绩 不含65分的同学 再以这个限 呃 限含的档来处理 好等等 好 这里要特别注意 啊 你们特别注意喔 它那个 它软体以及它很规毛喔 它规定你到小处点 一位对不对 或是零位 如果你 你没有按照它小处点的话 我不知道扣几分啦 好像 听说还蛮严重的 好 好 可能要看一下它的规则 好 小处点错了 有时候错的 你没有进位错的 好 这个 搞不好就连50分就没有了 非常严格 好 大家特别小心 那 好 这个都是这个 好 第五题要做的东西 好 所以参考范例的里面呢 各位同学有没有 新生名册 它做出来的样子 要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新生名册好 它给你两页 好 签到克律啦 公价市价啦 什么 好 这个东西也可以 好 那这个东西 其实用XS的资料库来做 其实都很方便很快 好 那Excel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好 Excel的话你变成说 你选到那个资料 然后选排序 对不对 那你 它就会好几个栏位 好 你可以选某一个栏位 来做排序 由大而小的排序都可以 一样可以做得到 好 要在 你把DVF的东西 引进到Excel 好 那Excel做完以后 你就把它Copy过来 Copy到Word里面来 也OK 所以 这里是Excel的图表 它教你怎么弄 然后这里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单 的资料抓出来 对不对 然后套用在一个书信里面 这叫邮寄什么 我有点忘掉了 sorry 老人家 这个记忆力不太好 Excel 它有一个叫做邮件 那个名字叫什么 邮件的套印 我们可以整个套印这个邮件 你可以根据某一个资料库的内容 你可以做套印 那套印的话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针对 你就不用 这个信的内容 可能都一样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什么先生 贵子弟什么什么什么 宽客多已经几分有没有 然后呢 这是什么学校这个固定的 对不对 要寄给谁呢 也是抓这个Excel的资料表 那同学 一般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被人 比如说100个人 你要copy100个档案 对不对 对不对 copy100分 晕倒了 那你用邮寄的这个套印的方式呢 把它套上去 一下子就产生100个档案 100个学生就产生100个档案 就可以列印出去 然后你列印出去的时候 他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他觉得你是为他一个人而写的信 对吧 就会变成说他为他一个人所写的信 类似这样 邮件套件 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中有一个 那这里 这是一般我们要讲求说怎么去 把图跟文放在一起 怎么调整段落大小 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要测试的一个依据 那其他这个刚刚是体主1 这个体主2 体主2的话 搞不好就更困难了 里面还有要的内容 还有大家班会的总计的金额 这个都要把它算得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软体乙级 老师比较推这个软体乙级的原因是 它跟实物比较接近 对吧 同学 我们在外面的中小企业有没有管理资讯系统 很少啦 很少有ERP或什么资讯系统 对不对 好 那很多的企业才不过几个人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时候你是肩 快气 连猪纳 全部坐在一起 所以你就需要Excel 沃尔来辅助你 对不对 好 类似这样 我们在学校也是一样啦 就是 也不一定有资讯系统啦 像我们学校 明星科技大学 同学你们应该很骄傲来这边念 为什么 所有的私立的科技大学 都是明星小学 对不对 都是科技小学 为什么 学校小小的 我们学校有三十几公顷呢 那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健行 搞不好只剩一两公顷而已 我们知道十几倍 所以我们叫大学 他们小学 类似这样 那我们的人数的规模 也比人家多 我们学校有一万多个人 所以这叫规模经济 我们可以请的 我们有很好的资讯系统 但是有的学校很小啊 有的小学啊 有高中 你知道 乡下那个小学有的 有的才几十个人而已呢 他哪有资讯系统 所以你就要靠这个来做 我们要怎么算出 他的加班会啦 这些 要从资料来 把被人文书的处理 被人报表 这些都是教你 这是提主二的部分 那做出来的结果 就大概类似这样 对不对 他的休假 未休假奖金的统计表 对不对 好 顶星资讯公司 好 这个 顶星 你们只要听到顶星 现在好像过街老鼠 对不对 但是你们知道 有一个顶星的ERP 他是台湾人做的 但是被大陆买走了 被虽然买走了 所以现在顶星的资讯呢 是中国的品牌 他们也做的不错 这台湾的这个顶星做的 其实也不错 他们ERP 好 这个报表 做出来大概会类似这个样子 这个长条度 还可以再多加一个 好 这个 可以做这个 然后通常都是这样的 不是Excel的报表 要不然就是一个文书档 让你做定设定成双两栏的 那有一个背景图片 对不对 好 是不是啊 好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一个机密 意思说不能随便传出去了 好 好 类似这样 好 好 这是题组3 好 题组3的 的资料 题组3 好 这是题组4 好 给他们做参考 好 好 这是题组5 好 这个好像越来越难 我觉得它好像越来越难 就是 有些要求的就越来越多 对不对 好 难度的话 他有讲这个6个题组 哪一个最难的 你们在 你们如果拿到书的话 你们看一下 应该会有 对不对 应该会有这个我们要的 好 这个是 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考试的一个说明 总要在课本里面就有105页 就是叫11800 1030629 这是它的档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关键技术的 PowerPoint头影片呢 李文工老师他这里有 大概有 有类似这样 好 我们看一下他dataset 一些关键的数据 好 我们看一下他给我们的 资料处理科栏 株度栏 好小 55 58 我花 意思好像说这个 你如果做某一个题组 你就看这个数字对不对 他叫你配 懂吗 配起来 你如果不是这个数字代表你错了 对不对 了解吧 17917 1个79 对不对 这什么 1732 1个73个儿子 对不对 101中狗 3819 12 他只是说叫你看这个关键的数字对不对 好吧 想想我去太过风雨 太平洋汽车 风 风心钢铁 这两个一定要在一起 看起来也不会太难 对不对 好 OK 这是关键数 dataset的关键数据 dataset3 好 太厉害了 这本书 同学 这个关键数据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意思说你在考试的时候 我刚刚不是六个题组吗 我刚刚看好像 题组意思参考 2跟3要让你抽签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有一些关键数据 给同学做参考 是不是 好 注意 数字错了就扣50分 这是李文工老师给各位的一个参考 对不对 什么五四五栏对不对 四五栏 这个你这个数字有一些东西 国会要过半51 10451一定是 一定4 104就一定4 10了 有没有名次 国会要过半 这里有没有一定10 但这个很有趣 所以说有一些关键数据同学 考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 那老师那天也是 我现在去看了 我看了这个东西我笑死了 好吧 所以 我觉得没有想象的难 这个是大概 老师的给同学的一个重点 好 那 这是我们讲这个office里面的一个重点 好 这是考试的重点 我都全部都把它讲完了 各位没问题 那选择题的部分呢 同学 每一次考题是80题 好 其中60题 单选题 一题一分 好 那 20个负选题 每题2分 所以加起来100分 答错不到扣 train时间是100分 总分60分及格 好 那 老师可以订的书呢 他有这个题库 有这个题库 那题库后面马上就有答案 那你们千万不要只是用背的 你一定要稍微了解 对不对 是不是 要有了解 要有了解 这样才不会有弄错 不过有的题目 看起来那个很 稍微有一点这个 挑剔的部分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题目对老师来讲 我都觉得像小儿科一样 都很简单 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 对不对 我不可以跟你讲很简单 对我来讲很简单 对你来讲不一定很简单 所以学课部分 你要及早做准备 好不好 课本拿到以后 同学一定要 从头看几遍 把它看手 对不对 大约 这个学课的部分 大约就是 单选题 好像几百题吧 课本里没有写 几百题 你们要看 好不好 好 这样我讲到这里 同学有没有对 考试就开始 有一点信心出来了 不过有同学 数科过 学科没过了 好 从今年开始 学科考过了 不保留 为什么 因为 网记网路 资讯科技的技术 进步太快了 对不对 我今年考的 并不代表明年考的 都会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学科 考试的成绩不保留 你过了 明年还要再考一遍 还要继续考 那学科的话 测验的 费用比较便宜 几百块而已 因为他是用电脑测试的 对不对 那素科是用人去评的 根据你印出来的报表 去评论你的分数 那是很套会能力的 是不是 他不是像这个MOS的话 他都是选择体 这边上面做打的 而且有一定的模式或什么 这个是不太一样 所以 我们说良心化就是 电脑软体以及呢 就比较适合中小企业 做文书处理在用的 了解意思嘛 是不是 那即使要做一个资金系统 也要花一点时间 以老师来讲的话 要帮人家做一个资金系统 通常 我总觉得最少要花一两个月 才做得完 那费用最少要花个二三十万 绝对要了 这个是最便宜的费用 三四十万二三十万 简单的资金系统 他做报表啦 资料库啦 我们如果说以餐厅的 系统为例的话 要花一点钱 对不对 那中小企业 比如说要花个五十万 他花得出来吗 他不太愿意花 我跟你讲 网站只要花个一二十万 很多中小企业都不愿意花 你们知道中小企业有多少没有网站 很多 对不对 很多根本没有网站 是不是 好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课本里面呢 等一下我们大概就会主要来介绍 课本有讲这个 李文光老师他讲这个环境 环境里面大概是常用跟插入里面 最常用啦 那你也做那个 邮件的启动 大概是邮件这里 参考资料通常写文章里面 常常会用得到 写入文 那 我发现在考试里面比较少用得到 那MOS里面 蛮多用到这里的 那版面配置这里也会用得到 常常比如说我们选边界啦 方向啦 大小啦 这些湖水印啦 要不要有这个页面色彩 页框啦 表格啦 这些都有没有 那校正这个也是 论文里面常常会用得到的 我们比较少用得到 比如说文化拼字啦 这些 所以整个 不满各位同学讲 老师 你论文写的很勤 对不对 所以我论文大部分都用 Word Excel在做了 然后加 做模拟 都用Visual Studio 这两个 全部都把它混在一起 哇 好好用 那资料库的话 我大部分都用 SP.NET的那个 Assay资料库或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有 好 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